那你會用哪種 我會用旗子 對 那個有布的那個門 就是那種旗嘛 國旗 你覺得那樣會打贏他嗎 沒有 就大啊 你可以把它蓋起來 然後他已經瞎了 忙了 你就可以跑了 對啊 如果你拿刀 你跟他對打 他的刀劑應該會比我好 對 他用刀的本領應該會對我好 用椅子 椅子好像 其實我選的是椅子 我當時看到這個題 我覺得有點笨重 就拿椅子好像沒有什麼 沒有 因為這個可能覺得 我覺得椅子搭了 一過去他就沒辦法 因為匕首小嘛 我當時是這樣想的 那你選的是那個棋子 對 棋子 然後我們就來看一下棋子這個 說你是善 就只有一個題啊 對啊 我好喜歡心理事業 對啊 然後就說你是一個善用心機的人 然後你是一個 非常懂得用腦筋的人 當有人得罪你的時候 你不會當場發作 而是暗中等待好的時間 揭穿他的隱私 供他的痛處 讓對方恨你恨得牙狠狠 卻有無可耐忽 可怕吧 沒有啦 其實我不覺得我有心機 可能就是我在想他這個題目 大概就是說你很聰明吧 對 就會在適當的時機選擇 就是適當的方式 然後我那種的 已經太晚了 對啊 太晚了 太晚了 竟然會說我有心機 都不認識我 真的是 我有嗎 有嗎 沒有 對不對 那其實 因為我是選擇椅子嘛 椅子是什麼 椅子其實是比較直接的人 椅子為什麼是比較直接的人 我也不知道他說吧 他說 愛恨分明 當有人冒犯你的時候 你會直接反擊 喜歡和不喜歡都會寫在臉上 可是我覺得椅子反而比較暴力耶 因為你拿椅子是要去打人 我拿棋子是要蓋人 對啊 所以就是你比較有心機 是嗎 好吧 可能你自己沒發現 真的沒有 對 我覺得我還是會有一點點小聰明 因為以前考試都沒讀書 可是 不會啦 不會 我不覺得 可是還是謝謝 對 還蠻好玩的一個遊戲 那其他的 是什麼解答 其他的 然後刀子是 以牙還牙 就這個很明白啦 然後石頭是借刀殺人 就可能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還蠻好奇 你會選什麼 你 石頭 大家都在知道答案之後 這個就不準了 是嗎 對啊 然後 希望自己是哪一種型態 沒有啦 沒有 就是之前他們選的都會有這個這樣子 還蠻好玩的 其實剛才 好啦好啦 然後你是一個比較直的人 對 沒有不用給我沒關係 沒關係 真的 真的 OK 其實在剛才玉華進來的時候 就一直注意到我手上的一個東西 對 所以我 就是因為這是我媽從泰國給我買回來的 然後當地人就告訴她說是天然的瑪瑙 然後後來玉華就告訴我說這個不是瑪瑙 sorry 對 它不是瑪瑙 然後你 其實我知道你在這方面就是非常有研究嘛 對 其實我就是有開一間 就是在網上有開一間網上的店 對 然後就所有的東西都是自己做的 做了以後 就所有的錢都是為了抽款 對 就是會做膳食那樣 對 對 那挺好的 那其實自己是什麼時候開始有這樣一個想法 就是說要做關於這些住處啊這些東西 對 沒有 因為我其實收集水晶已經很久了 已經差不多六七年 那過後就對水晶的知識其實還蠻廣的 就去了就兩年前有海嘯嘛 海嘯的時候我去參加了一個資源團體 然後當時是不是藝人的身份去 而是跟一個藝老的團體去了蘇里蘭卡 那當時回到新加坡了以後 我就很想自己找一個方式可以繼續的籌款 不是那種就是用自己的薪水去 因為那些都有 反而是我想要就是做一個小生意來 來真正的就賺錢的樣子 所以就開始了這家店 對 在網上賣水晶 所以我會知道就是所有的水晶的不同是什麼 嗯 所以那其實這個跟馬老的區別在哪裡 馬老的差別是什麼 跟這個 這個是Calcidoni Calcidoni跟aget aget是馬腦嘛 Calcidoni是石 柳石 然後跟石柳 石柳是另外一個 對 那每一個他們的裡面的成分是不一樣的 跟形成的方式是不一樣的 對 嗯 所以為什麼可以一眼就看出來不是馬老呢 因為馬老的顏色並不是這樣 因為我是怕 那就是說有媽媽 有其他人的媽媽在去泰國想要給孩子買一個東西的時候 就可以教大家分辨一下 就不要再被泰國人騙說是真的 其實也不算是騙吧 因為每一個石頭其實都有他們自己的功效 最重要就是你喜不喜歡它 那如果你真正的喜歡它 它其實就會對你好 就是這個樣子 那所以這個有什麼功效 這個石頭是一個非常好的石頭 它本身是比較正面的 然後它也會帶給你很多很多的 就是正面的想法 不管是在比較憂鬱的時候啊 或者在做很多選擇的時候 其實都會帶給你更正面的一些些的看法 就比較陽光的一個石頭 也會保住自己的身體 嗯 所以那其實就大家就有想過要開 可是你要帶右手喔 為什麼 對嘛 欸你要帶左手 欸對你帶左手 對的 只有黑壁鞋要帶右手 嗯 喔 還好還好 終於有一件對的事情 有啊都很對啊 對對對 那其實 其實有沒有想過說 就做這個東西啊 然後你是要做一些很公益的事情 啊 對 然後其實就有沒有想說 要怎樣其實發揚光大這件事情 還是說只是單在網上賣一賣 有沒有想過推廣到更多的地方 其實我沒有想這麼多欸 當時最主要的動力是想要就是做一點點小小的生意 然後是我的一個小小的心意 完了 剛剛的雞翅膀真的好辣 所以其實也沒有想到就是 嗯 當藝人的 就是用藝人的這個身份去 去幫助任何的東西 因為有大部分的這一些水晶飾品 都是賣到美國賣到歐洲去的 所以 也是一種小小的 真的很小的一個 一個小工程 一個小生意 所以沒有想到要發揚光大 然後做一個浴滑水晶什麼的 對 因為我是覺得其實做善事是一件非常好的 就值得大家提倡的事情 嗯 接下來 應該就是說 鼓勵更多的人能夠知道這樣的事情 然後幫助到更多需要幫助的人 我覺得對 身為藝人就是 最好的一點就是可以讓更多的人看得到就是一些有意義的事情 所以 其實這家店去年的一些的籌款 都是到海嘯的那些孤兒嘛 那今年其實我會代言一個叫做Operation Smile 就是笑容行動的一個國際的機構 他們是一對就是自願的醫藥醫藥醫生 然後他們到就是比較偏僻的一些國家 幫那些唇惡劣的小朋友幫他們縫製他們的這個唇 就是這個唇 並不會只是在外面 而是在裡面 會影響他們講話 吃飯等等的 所以就是 將會 就是現在其實在代言這個活動 對 那也看得出來 玉華是一個非常有愛心的人 我覺得這是最少可以做到的一件事情吧 因為 我覺得 嗯 在人生當中 如果你做啦做啦一直做 都是為了自己的話 其實反而會覺得自己很空虛 嗯 那也希望我們的所有的網友都能支持到玉華的這樣一個行動 謝謝 那也要多多的購買玉華的最新的專輯 那也讓玉華可以把自己的歌唱得更好 然後自己的愛心也發揚到更大 那最後讓玉華再給我們21CN的網友 最後說一句話吧 好 希望就是21CN視頻前的所有的網友呢 就是每一天都給予自己更多的小小幸福 也可以享受到人家給你的小小幸福 嗯 OK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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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